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韩国悬疑电影 猪迷藏 讲述了男主一家不断被神秘人跟踪袭击的故事 影片开始一个短发女人上了电梯 但是却有一个神秘的头盔人一直跟随 回到家短发女发现自己的房间似乎有人进来过 最近她总是感觉自己被变态偷窥 所以安装了摄像头 打开电脑 正当她查看电脑录像时 发现了身后的头盔人 头盔人掏出一根还滴着血的棍子 一棍子打死了短发女 这只是个影子 下面进入正题 男主是个有洁癖的咖啡店的老板 拥有一儿一女 他的家庭幸福 这天他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中提到 一个叫白泽成的人消失了 希望男主来把他的东西带走 白泽成就是男主的哥哥 男主驱车来到哥哥所租住的公寓 但是他却发现 这里有许多女人的东西 这就十分诡异了 男主向邻居们打听 但是邻居都不太愿意说 与此同时 男主还发现 这里每个屋子的墙上都做了奇怪的记号 这些记号代表了这间屋子里有几口人 另一边 男主老婆在车里打电话 两个孩子则去玩游戏机 玩着玩着 男主老婆发现 孩子不见了 赶紧下车去找 找了一圈 发现两孩子就在车上 而一个乞丐就坐在驾驶座上 这时 一个穿着朴素的大婶冲了过来 用电棍救了他们 随后 男主一家人跟着大婶来到家中做客 这个大婶是个单亲妈妈 女儿的眼睛还有残疾 当男主询问大婶关于哥哥的情况时 大婶突然情绪失控 将男主一家都赶了出去 男主一脸懵逼 他决定留在公寓 好好调查哥哥的事情 这一调查还真有发现 哥哥的房间的墙壁上居然有个洞 可以直通另一间屋子 而这间屋子正是电影开头的短发女的 男主还发现了哥哥的日记 里面满满都是对自己和父母的憎恨 他怀疑哥哥根本没死 而且要报复自己 另一边 男主老婆和孩子被那个头盔人跟踪了 男主老婆下楼取快递 男主赶紧给他打电话 要他回家 但就这么一会儿的时间 头盔人已经盯上了他 一番搏斗后引来了邻居 头盔人这才作罢 男主这下真的吓尿了 他想起了童年的往事 原来哥哥才是白家的亲生子 自己是被领养的 但是他却不喜欢这个哥哥 一次有人说哥哥猥胁了女同学 男主为了让哥哥离开家而做了伪证 这直接导致了哥哥被驱逐出家门 而自己则继承了全部财产 这也许就是他一直以来的心病 碰上这些事 加上本身的强迫症 男主已经接近崩溃 开始狂砸东西 老婆受不了了 想带着孩子赶紧离开他 男主不死心 又回到了公寓 他碰到了一个男人 两人打了一架 原来这个男人来寻找自己失踪的女友 这时头盔人又出现了 男主赶紧追到隔壁房间 居然在柜子中发现一具女尸 而那个男人被头盔人从身后一刀刺死 男主拔腿就跑 头盔人却早已等在门外 又是一顿乱棍 关键时刻 独眼小女孩救了他 男主随后发现 女孩家中全是钱包和手机 女孩告诉他 自己马上就要搬家了 男主一看 这你马不是我家吗 这时头盔人上线了 一棍子打晕了男主 头盔人原来就是那个大婶 他一直以杀人的方式来获取钱财 并不断搬家 大婶拿着男主的钥匙 大摇大摆的来到了男主家 他已经默认这里是他家了 男主醒来后马上赶来 但是大婶已经入住了这里 他打婚了男主老婆 抢完房子抢车 接下来男主男主老婆 以及两个孩子 与这个超人大婶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最终大婶造生活海 男主一家又回归正常 但是那个独眼小姑娘还藏在家中 估计要继承他妈妈的大业吧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整部电影都充满着悬疑恐怖的气氛 甚至让人喘不过气来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不要轻易地相信任何人 也许真正的大boss 就是你身边看似不起眼的人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